近期希臘債務問題再引起關注 經常聽到希臘政府要跟歐盟不同組織交涉 究竟這些組織之間有甚麼分別呢 歐盟的最高決策機構是歐洲理事會 European Council 由歐盟28個成員國的政府首腦 以及歐盟委員會主席組成 亦都可以視為是成員國的首腦會議 負責決定歐盟的重要政治方針 至於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就是歐盟的行政機關 類似是政府裏面的內閣 負責執行理事會作出的決定 以及提出立法動議 亦都負責對外聯繫 而歐盟的立法機關是歐洲議會 European Parliament 負責立法、監督和審議預算案 700多個議員由成員國籍選產生 每五年選舉一次 另一個與歐盟關係密切的組織 叫做歐洲委員會 Council of Europe 但並不屬於歐盟的 主要是負責保護和加強多元民主和人權 促進實現歐洲文化統一 We hope that we do know the future